受到东北气风影响 金门容易出现9到11级强的阵风 然而在马山岸季出现大量的海漂垃圾 就连大陆的柴柯船也被吹上岸 民众发现还以为是偷渡船 赶紧的通报海巡岸巡 受到东北气风的影响 金门日前的风力大概是7到8级 10月16号接到天魔山雷达操作员的通报 在天魔山外的一海里处发现一个不明的光点 马上通报天魔山红外线热影像的操作员 线上的巡防艇还有巡逻组监控动态 大概在当天也就是10月16号的下午 发现船只漂流到马山的岸季 经过巡逻组登船检查 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船上人员 还有猪肉制品或其他的伪禁品 近期金门地区受到天后的影响 平均的风力都在7到8级 正风可以达到10级的状况下 我们在16号下午1点钟的时候 在天魔山的外海约1海里的地方 我们侦测到一艘不明的目标 随即我们通报了线上巡防艇 以及红外线热影像来进行监控 在当日的下午2点半的时候 它飘达马山湾的岸季一带搁浅 随即我们岸季巡逻的人员 以及登船实施检查 那在经过检查过后 船上没有发现任何的猪肉 以及人员或者是其他的民生物品 我们研判这艘船应该是一般渔民在作业用的工作船 之后我们会将这艘漂流船舶 海警主管机关来办理后续的移除作业 海巡署在此呼吁 为了避免边境防疫管制造成破口 海巡单位持续强化各查器作为 来维护国境安全 如果民众在海岸或者是海上地区 发现任何违法的事情 赶快拨打118服务专线 海巡署全年无休为您服务